當我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我發現所有的事情都超過了 我在想像 譬如說像中國來到日本這樣子 它能很快適應嗎 還是說也有可能最後還是回去中國 基本上到三年 三年都沒到都回去了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新太崩 新太崩這樣 大家好我是馬之一 那今天採訪系列很榮幸邀請到 我們新的朋友小鎮 那因為之前馬之一在做這個採訪系列 多半都是採訪台灣來日本的一些生活經歷 今天很有榮幸可以邀請到來自上海的小鎮 就是稍微來談他過去來日本的這些經歷跟故事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內容呢 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後喔 那小鎮也有在Youtube 就自己做一些自媒體的影片嘛 相信很多人也有看過小鎮的頻道 那還是有些觀眾可能是第一次認識小鎮 可不可以請小鎮稍微簡單一下介紹自己 大家好我是小鎮 我是從上海來的現在生活在日本 我現在自己也在做一個頻道 叫做小鎮在日本 裡面大概是分享怎麼樣的內容 裡面就分享我在日本的生活體驗 從日本出發 從這個角度去看中國發生的事情 兩岸的議題 等一下呢我就會跟小鎮稍微討論一下 中國還有日本這邊生活啊 還有一些移民的心境會是怎麼樣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移民來日本啊 來這邊留學也好 工作也好 或是生活 就在台灣來日本的角度的話 我覺得想法理由比較單純一點 想要找一個薪水可能比較高的工作啊 或者是在這邊可以買一個房 因為小鎮是上海來的嘛 所以今天很想跟小鎮稍微聊一聊說 你之前從中國來到日本這邊的 這個過程的經歷有什麼比較特別的地方嗎 或者是你來到日本之後 你有沒有覺得有怎麼樣很大的變化 好有很多其實 一個一個慢慢讓我們 其實我當時想要離開上海的話 主要是因為我發現有些事情自己覺得 你不能接受 比如說我出來之前的時候 那個時候在中國的不管是主流媒體 自媒體 基本上你都看不到壞消息 壞消息 就全都是好消息 壞消息是指國內的一些 壞消息就是平常我們認為這種社會新聞 一些災害啊 或者是一些我們叫負能量的東西 我出來之前那段時間我就發現 不管是看電視還是手機上面的各種資訊 怎麼都變成好消息了 就覺得環境是怪怪的 但其實自己在生活當中 又有很多覺得不公平的事情發生 或者是有些老百姓很吃虧的事情發生 但是為什麼在媒體上面是體現不出來的 然後覺得這個環境的氛圍吧 越來越壞了 當時還好了我其實過的還不錯 我當時過的還不錯 所以過來還比較方便 簽證比較容易辦 我就想既然已經覺得怪怪的 而且還賺了壹點錢 就算是放假好了 讓自己出來壹段時間看看 到底是怎麼樣到日本來 肯定是先是報語言學校嘛 要會日文嘛 壹年半左右的時間 我大概也看得差不多了 出來以後發現不對勒 出來以後 就當我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我發現所有的事情都超過樓的想像 我本來以為就是日本的社會跟中國的社會 無非就是語言不同啊 或者是壹些生活習慣不同的問題 剛來日本都會去辦登陸嘛 區議所就是在我們中國就是那種類似於區政府 就是街道辦事處那種地方去辦身份登陸 去的時候就發現那裏面的人就是看你都是很客氣的 當時就是給我辦的那個年紀比較大的 應該是比我爸年紀還要大的一個男人吧 我不會是什麼 就講的就是磕磕磕磕的 然後就除了會嗨以外什麼都不會 如果嗨到底呢 然後嗨到底以後他就讓我便上等著就好 其實嗨到底是錯的 因為有一個材料其實是搞錯的 他發現錯了以後他再跑出來 你蹲在我的旁邊 我斜著四五六點去看他 看這個年紀的人這個視角 我是人生當中第一次 那這個時候我就覺得很震撼 一方面是這個文化確實是不一樣 習慣工作的那種方式不一樣 還有就是他對你的態度好像是從下往上看 那這種在中國的話 我其實最受不了的就是去街道辦事處 或者去政府辦事情嘛 那人家都是不痛對著你看的 從這一點上來看 我個人的感覺就不光是文化的問題 就是是怎麼造成這種差異的 它裡面一定是有原因的 那後來通過自己的就是發現 原來這個是跟制度有關 跟這個國家的管理模式有關 是誰為誰服務的關係 但是像你剛剛有提到說 因為讓你有這麼大的差異 那中國的情況是怎麼樣 你剛剛說就是譬如說像鼻孔凳的人 對鼻孔看你 對你是完全不禮貌嗎 還是說他比較看起來高傲一點 我在中國生活了30年 我覺得這個情況是正常的 就是我以為全世界都是這樣 我們都以為這是正常的情況 因為他們是公職人員 所以他們比較高級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這種 很多中國的那種短影片啊什麼的 就有一些專家或者是一些學者 在拿個話筒在那邊講就是 公職人員工務員會比普通人要高級一點這種話題 我們默認就是這些人比我們高級 我們普通老百姓就是最底層的 所以他們拿鼻孔看你是正常的情況 但是你們的感受是怎麼樣的 你們會覺得說就是這樣子嗎 還是說會內心覺得說你憑什麼瞧不起人 沒有我們不會有憑什麼瞧不起人這種 就是覺得是正常 自己辦不成事情是自己的原因 不光是我我們的長輩也是這樣教導我們 在過去30年如果說你沒有去接觸這些外面的東西 沒有自己去思考的話 這些東西都是默認的 我們只有這一種視角 所以到日本也會一下子就 欸怎麼可以 嚇一跳 完全跟著 你蹲下來幹嘛 但是小鎮再來日本之前 就是在中國對於日本的一些認識 還有不管文化也好 或者是國家的那個溫清地理也好 大概是怎麼樣的感覺 只有過去到大阪來旅遊的時候 覺得他們那個店員都蠻客氣的跟你鞠躬 以精辭而已 像你剛剛說去辦理那事情 有受到一些很大的衝擊 那其他有沒有像譬如說 你可能在日本也認識 欸中國來的朋友 然後之間有沒有一些也是 讓你有點覺得不可思議的事情 剛來的時候在語言學校裡面的話 剛開始其實各個國家的同學都有嘛 然後那個時候就發現 就是我們中國同學的認知 跟台灣也好 香港也好 或者是其他國家的那些人 好像都有點不一樣 比方說那個時候 我就很喜歡看YouTube 出來之後發現 哇這裡面有各種各樣的資訊 好有趣 就會在上課的時候 會跟同學分享這個事情 然後就有中國的同學會問我 欸你是怎麼看我們叫油管 你是怎麼看油管的 你是翻牆的嗎 你說在日本的 就在語言也要 就會問這個問題 所以等於他的認知是說 在日本看油管也需要翻牆的意思 這個也是我們根深蒂固的一種想法 就是我們覺得 看這個東西是違法的 或者說是不好的事情 我們有那種什麼親網行動啊 保護青少年的這種 我們一直有這種宣傳 就是網路安全什麼這種東西 說出來看這些東西 我們從就是內心當中 會覺得這個東西是不好的東西 所以就覺得你看這個 是不是做了一些翻牆之類的 是這樣子啊 譬如說在中國年輕人也會這樣想 對年輕人會這樣 年輕人也會這麼想 在中國要看油管的話 剛剛說可以透過翻牆的方法 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講 好像也可以在中國看到油管 但是好像大家 也沒有說每個人都看對不對 對我就沒有看過 是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 因為我覺得很麻煩 因為翻牆你首先需要下一個軟體 這種東西我如果我不瞭解的話 我根本不知道從哪裡去下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去使用 之後就踏上社會嘛 就從原下出來之後就踏上社會 社會上你想像我們就是從中國來的 那最容易的就是接觸到中國人 就是這裡我簡單講一下 就很多人以為好像到了日本以後 就可以馬上跟日本人交朋友啊 跟什麼 我覺得你是台灣人對不對 你想一下你有多少中國人 會主動跟你們直接交朋友對不對 我覺得連台灣人跟台灣人之間 都有會保持距離 對啊就是其實不是他們想的那麼簡單 很多人都說我們不要接觸中國人 我們到日本就直接接觸日本 結果過來三個月沒到 全是中國朋友 我剛開始踏上社會的時候 就接觸各種各樣的中國人 那個時候就已經是不光是學生了 就有一些是工作了 有一些是開公司的 各行各業的人都有 那接觸下來之後我就發現了 就是有一個問題 隨著時代不一樣 其實到日本來的中國人 他的觀念想法不一樣 比如說我接觸到已經做了很大的企業的那些人嘛 他們其實是二三十年前 或者三四十年前就已經來了 那來之後他們從工廠開始很辛苦的工作 一點一點一點點 然後開始有自己的事業 這些人跟我們這種就是好像是帶著錢過來的 其實是不一樣的 如果在一個飯桌上吃飯 他們會覺得你來的目的也是為了賺錢 像我們說我們其實是 我們來追求自由的什麼的 對他們來說就是你這個是不是 就我們叫矯情 所以在相處方面 有讓你覺得比較很難去融入嗎 還是說 有一點我覺得挺難的 因為確實我們剛來的時候 並沒有對賺錢這件事情有多大的追求 就最近幾年應該來的 很多都是中產階級之類 他們都帶著錢過來 認識一個上海老闆 然後他呢 就是通過了三十年的努力 在日本已經有很大的事業 有自己的很多的房產 然後又有自己的遊艇在東京 我們會見面嘛 但是見面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他其實根本不理解你現在的心境 就他不覺得 你倒是本來除了賺錢你要幹嘛 他覺得你已經在上海有了很好的生活了 你為什麼還要來 這也就是最近幾年很多人不是說要認出來 對剛開始我也跟大家一樣 哎呀你快點認出來 中國現在好像越來越好像有倒車的樣子了 大家快點認出來 漸漸的我現在發現我自己想法在變化 很多人他說是為了自由跑出來 但跑出來以後呢 他也沒有去說想要變成一個適應外面世界的人 他只是覺得我之前在上海這個封控 我沒有辦法去買吃的東西 我跑到日本來以後 我可以去便利商店去買麵包 他的追求僅僅就是這樣 他認為的自由就是去便利商店買麵包 這是他覺得的自由 就為了單純想要譬如說我生活一些事情 我再來到日本我可以做 就這麼簡單單純的理由是來到日本 對但是他不明白就是這些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 就沒有一個自由是免費的 你看到了日本以後日本不需要封控 也不會有人把你關在房間裡面 在日本可以自由自在的去買東西 參加那種活動 怎麼樣的活動 前兩天那個叫什麼 台灣也是 那個萬聖節 萬聖節派提的那種 中國沒有辦法 就在疫情情況下是完全不可能的 中國每天都是萬聖節 每天都是萬聖節 每天都是萬聖節 因為這制度不一樣 他們的權利在日本國民手裡 他們可以用選票來控制這個政治的走向 而且這強制權也不在政府手裡 他沒有辦法把你強制在一個地方 所以他才有這樣的自由 那這裡面它是有一個簡單的管理模式的問題 你如果想要有這樣的自由的話 你也要像正常國家的人一樣 要明白自己的權利跟義務 在關鍵的時候你也需要去做出你應該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說我躺在那裡 然後這個地方他可以自由買麵包 我就到這個地方去 這個地方可以自由我就去那個地方去 觀念沒改還是一個被努力的狀態 那我打一個比方 就是像我現在對不對 就我自己做頻道嘛 講了很多東西 然後很多的中國朋友就是會遠離我 你是用你身邊做招的朋友嗎 對就是中國來的朋友 他們會就是本來跟我關係挺好的 就會遠離你 就會覺得跟你保持距離比較好 因為你在說的東西是很危險的不好的東西 但我覺得我既然出來了 因為我本身在中國做生意嘛 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那我現在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放棄了我的事業 跑到日本來 那我除了我能夠獲得自由買麵包的這個權利以外 我還要變成一個正常的人 就正常國家的人能做什麼我也要做什麼 因為日本人其實離我很遙遠 語言不通文化也背景也差很多 我會拿那個台灣人跟香港人做參考 他們怎麼做我就去跟他們學 這樣成長比較快我覺得 你看香港人他在遇到就是政策對自己不利的時候 會為自己去爭取 儘管知道對方很就是很強大 但他還是會去爭取 對 然後台灣人也會對不對 對 而且這個東西我以前是不知道的 所以很多人說中國人什麼奴性中啊什麼的 其實有一個問題 他們根本不知道是應該可以這樣做 他們不知道這個做法是對的 那對他們來講是 就像你說的不知道這個做法是對的 還是說有些人會擔心就是算了啦 就過自己的日子就好了這樣子 對這個想法也是因為他們覺得去抗爭這個是一個很愚蠢的做法 就比如說我做頻道講我的觀點 講我自己的體驗我覺得是正常的事情 我覺得在台灣也是正常的事情對不對 但是在中國我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事情 他們覺得愚蠢然後還危險就是反動 所有人都會覺得你這個人腦子有問題 我要改變這個東西 我要獲得最大的好處就是我自己要能夠變成一個正常人 那最近中國也有出現一個名字叫做潤學嘛 對潤學 人家本人都知道了 對對對就是好像這幾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中共它的封控造成有一些人可能生活上的不滿 那有一些人他們選擇要離開中國去別的地方生活 小鎮能不能以你的想法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為什麼會造成某一些人想要潤出中國呢 就他們主要的目的大概有哪些 這個話題要從哪裡說起呢 潤學呢主要是我覺得針對的是我剛剛講的中產階級 特別有錢的可能他有私人飛機 他在全世界都有資產 所以他可以自由的隨時隨地都可以走 這些人我們不去管他 他不屬於我們要講的範圍 還有一些就是非常底層的 他們根本接觸不到任何的資訊 他們就是被壓榨的那些人 那他們不會有機會想要出去 還有一些就是他們看得到外面世界的 比如說他們會去翻牆 但是自己生活又比較的 比如說不怎麼好不怎麼富裕 那麼這兩類人他們是會考慮到 在最近一段時間會想出來的 先說就是比較貧困的那些人 這些人有專門的勞務派遣公司去幫助他們認出來 大批大批的那些出來 那這些人其實本身就是過的 在中國是屬於溫飽是有問題的 但是出來了以後他們用那種像日本他有技能簽證 那那種簽證他直接過來就可以培訓幾個星期 就可以去工廠或者是去一些地方直接可以工作了 那他們的收入肯定是比中國要好很多 健保各方面都是大家是一樣的 那對這些人來說 其實他是出來是應該說生活會好很多 犧牲最大的就是中產那一部分 因為中產的話它本身比如30歲到40歲之間 或者40歲到50歲 他們本身的事業已經很穩定了 他們的收入啊各方面 比如說就是上海好了 他們是可以享受上海的各種比較優質的服務 他們有房產然後又有特別好的 跟平常不一樣的醫療的保險 那如果要出來的話 他原本的事業要放棄掉 你想本身是在一個社會當中屬於過得很優渥的狀態 那到了日本以後 首先第一件事情變成聽障患者 日語都不太 日語不會啊 然後第二步就是日本的商業環境 你過來之後你要做什麼 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要做一些考量這樣 你哪怕是在中國你說一個白手起家的人 他也是要經過幾十年的耕耘 才有這個根基嘛對不對 那你到日本之後 你什麼根基都沒有要從零開始 那我覺得就很辛苦 聽你這樣講的話 放棄所有原本生活的一切 然後來到一個陌生的國度 就以我的想法我講 我覺得應該會是有一個很大的決心 但是這個決心的點的話 是跟什麼有關係呢 現在呢你看到認出來那些人呢 主要是他們覺得他們受到了一些 威脅 威脅 生命上有威脅 生命上的已經到生命上的威脅 就是上海那個時候 4月份的時候封控了 很多人是確實是吃飯都成問題了 他們就覺得這樣子的話太危險了 我身邊好多朋友有已經來了的 還有就是正在辦簽證的 然後我也在協助他們 然後他們就一直就覺得 哎呀就是快點能夠出來 那邊一天都不想待了 但是另一方面 他們跟我講的很多東西 我都覺得他們要過來要 承受更多的一些可預測的一些困難 就要學習到一個新環境這樣子 還要再學更多東西 他們只看到好像就是說 對他們說國外好像是很自由 我可以買吃的買喝的 但是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們不知道這些東西也是有代價的 那這方面的話一般來講 譬如說像中國來到日本這樣子 它能很快適應嗎 還是說很多人都沒有辦法適應 也有可能最後還是會去中國 有人做過一個統計 是別的頻道的一個博主做的 他就是分析了東京那邊的中國人的情況 我們有一個就是共同的想法 我只要賣掉一套上海的房子 或者我賣掉兩套上海的房子 我到日本以後 我每年我自己去做一點流水 燒點錢 我就可以拿到日本國籍 然後我就什麼都有了 那這個想法其實是非常天真的一個想法 但是呢是99%的 現在正在論出來的人 根深蒂固的堅信的東西 我之前也是這樣堅信的 現在已經不這麼想了 東京的那個人做了一個測算 就是持這樣想法的人賣掉了房產 然後跑到日本來 用各種方法把錢帶過來 這些人呢確實也正如他們所說的 他們每年就是通過經營管理的簽證 然後做了一些業績 想要混五年以後申請入籍 然後這些人錢沒有花完 基本上到三年 三年都沒到都回去了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心態崩 心態崩 心態崩掉了 是有什麼很具體的這種案例嗎 像我就是先適應了一段時間 我有在語言學校的念書 現在也有在堅持學日文 然後有些人是過來的時候 就直接辦理了經營管理簽證 那他沒有接受過日本的任何的教育 第一個問題就是語言根本就不通 語言不通的話 你就是一個聽力有障礙的人 但是這一點我還蠻好奇就是說 因為像以台灣人的角度 如果要來日本的話 語言不通的情況下 正常台灣人他們會想說 那我乾脆先學個日文 在國內學個日文 了解一下日本的文化 才比較有那個膽子 去日本生活或是工作 但是剛剛聽小鎮講 就是中國來的這些朋友 好像即便語言不通 但是還是直接過來 對我們的心境跟你們不一樣 你們是真的 台灣人真的太自由了 買張機票就能全世界跑 我們要出來辦一個簽證 都是心驚肉跳的 你知道嗎 我那個時候整個手續 大概花了半年時間 已經很快了 半年還算快 非常快 因為我辦留學很快 就是我所有的材料 都是直接就通過的 對這個我再細講一點 就是台灣人真的不知道 中國人辦簽證有多困難 我們要證明自己的財產 財務實力 要證明自己不會在日本餓死 就是在中國要有 源源不斷的收入等等 證明都需要有 我當時是提供了流水 他需要六個月的銀行流水 那我當時是比較雄厚 很多人他是需要去 花錢借錢去做這些材料 很困難很困難 出個國真的太難 那我的話還比較順利出來 一切都是先出來再說 沒有像台灣人想那麼多 因為你們太簡單就可以出來 所以可以想很多後面的事情 對我們來說 先能這一步先跨出來 後面的事情再說 因為這一步就是簽證環節 被拒絕掉的就很多很多 你這樣講我就比較能理解 因為如果照我剛剛說的這種 台灣人比較常常的想法的話 即便學好日文 萬一我簽證沒過 那我根本也是白學 所以先過來日本 然後後面一切適應再說 我們只能做 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我當年也是這樣 我出來再說 那還好我很感謝我自己選擇了 現在學校就是待一年半的這個決定 剛說到先是 你語言的問題就會有障礙 有障礙之後就限制了你的社交 你到這裡是一個很孤獨的人 然後沒有人認識你 最後你只能跟中國人接觸 其實每個人出來之間都說 我堅決要跟日本做朋友 這個想法就違背了 這一步先崩潰掉 只能跟中國人接觸 但你要跟中國人接觸 你在中國不是更多 中國人可以跟你玩對不對 第二步就是 你跟這個外面的社會 沒有辦法連接在一起 像我過去30年 看的所有的新聞資訊 學校老師教的東西 我們的思考方式是有限的 只有一個想法 我想台灣人最近應該也發現 就是我們的外交部 什麼的講話都是一樣 一件事情發生之後 先指責對方國家 也有這樣的事情 好像每次發言 就是一樣的一個套路 我們從小也是這樣接受 我們的思考方式 已經固定成這個樣子了 所以到了外面以後 你就會發現 好像台灣人跟我們 好像就有點格格不入 因為你們會各種想法都有 我們就只有一個想法 這個時候如果說 你沒有在日本接受過教育的話 你很難去理解 還存在這麼多 不能說理解 就是你很難去改變自己 如果你不能改變自己的話 你接受訊息都會有問題 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可能大部分 就是台灣人他想不到 就包括我也沒有辦法 想到原來來到日本的話 可能因為不同地區的地方 想法會有很大的不同 上海四月份不是封控 對 我在我的微信朋友圈裡面 就提了很多的想法 就比方說有人關在家裡 然後要生小孩沒有辦法 或者去醫院沒有辦法 那我當時就建議說 因為我們有網格化管理 每一個小區其實都有警察管 我建議就是說 這個小區的警察 知道這個情況以後 應該你是有武器的 對不對 你就可以是 因為你是警察 你可以把人帶出小區 然後開著你的警車 然後送到醫院 然後要求醫生給他看 你衝出你的小區去給病人看病 我覺得這是沒有錯的事情 結果我這樣不是就遭受很多這種舉報 那小粉紅的攻擊 其中有一個小粉紅就說 像你這樣說話 在我的朋友圈裡還是頭一個 就只有你這樣講話的 他們沒有見過有這樣的講話的人 他們就覺得 就警察把你關在小區裡 警察看守你 就是唯一可以理解的一個現狀 他們不知道警察是可以把槍口 換一個方向 不要對準這個小區的人 不要去盯著小區的人 不讓他們出來 而是給需要幫助的人提供一些 因為他有武器 他就有特權 他就有方式 他能夠把人帶出來 其他人都不行 對我來講的話 在台灣的話 真的比較少接觸到一些中國的朋友 我們能接觸的話 當然可能有時候 就也是看一些媒體的新聞 或者是有去過中國 可能了解那邊的一些人 但是來到台灣以外的國家 又認識到 譬如說小鎮這樣子 來自中國各地的朋友 就發現其實不同地區 或是不同人 他們還是有自己 不同獨特的想法 其實日本是一個 就是外面的事件 那出來的中國人 其實根據自己的覺悟 他會不同階段會進化 進化到最後 就跟正常人是一樣的 論學這個事情 就是剛出來的人 我就真的太多了 好多人都在跟我說 要出來怎麼弄 我跟他們說怎麼弄 但是他們現在的狀態 就是大家都是一模一樣 對外界就是一無所知 覺得外面有麵包 就這麼簡單 他的概念就是外面有麵包 就這麼簡單 現在中國的疫情的情況 其實更像是一場運動 有一些人就是在最嚴苛的時候 就自己連肉 不要說肉了 就一餐一顆雞蛋都不能保證 的情況下 就在那邊苦 說我過得好苦 怎麼我們從來沒有吃過那麼多苦 然後最近就是他們小區解封了以後 又可以去買麵包的時候 他就一點潤的想法都沒有了 他就充滿了這種對未來的期望 他就是轉變這麼快 他不會說擔心心中還有恐懼 這個我就是我一直想強調的一點 就是你不知道這個自由是哪裡來的